现在小鸟面被入场来跳 即可安心旅游玩台湾 秀出各种下沙优惠 要吸引消费者再来报复性旅游 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月底要正式登场 业者抢先祭出各种套餐组合 吃喝玩乐样样友 要继续朝着国旅市场 不过国旅大爆发 却不是每个业者都吃得到大饼 搭着游艇 欣赏日本赖户内海 在走访文化古都 品味精致料理 国内主打豪华日本旅游的 立百家旅行社 日前发出声明 表示将歇业两年 资遣将近百人 根据观光局统计 2020上半年申请停业的旅行社 一共有17家 解散的共25家 资遣人数高达1927人 挺不过疫情困境 同业心有栖栖焉 大部分的旅游业者 当时的建构的基础 跟所谓的营业模式 都是以奥巴胀为主 并不是每一家都有办法 马上转型聚焦国旅 即便政府撒银蛋 耗资2100亿 寄出纾困3.0 而观光局也助攻 推出旅游补助 但对业者而言 虽然不无小补 长久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像是都会去旅游业者 专营国际旅游的旅行社 都没受惠 每天一开业就在烧钱 相转型真的没那么容易 我们也期待说政府除了在这个 纾困的3.0以外 能够对于旅游业的整个的一个 未来的观光产业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要有短中长期的一个规划 然后来协助所有的业者 但疫情状况难以控制 时好时坏 业者也只能继续绷紧神经 希望再撑下去 能度过这波景气寒冬 海语新闻陈兴业陈丽婷 台北报道